战争罪行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 汪文津报道 被判刑的包括 赤简时期的前国家主席 83岁的乔申潘 同坐在轮椅上面 第二号领导人物88岁的龙姐 他们出席联合国的 简暴寨战争罪行特别法庭 听取判决 两人被控在上世纪70年代 触犯战争和违反人道罪行 包括实行种族灭绝和政治迫害 却定两人罪名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在过去的赤简暴政中 曾经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幸存者 对于法庭的判决感到满意 同时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法律给予補偿 乔申潘和龙姐 在最后两个受审的前赤简高层 在过去的审讯否认控罪 只从来没有从事损害人民的事 声称自己无辜 1975至1979年的四年赤简暴力统治 造成当时至少170万个 简暴寨人死亡 大批小数族裔 前官员以及知识分子被杀害 民众就被逼去乡郊参与劳动 造成几十万人死于过度疲劳和饥荒 亚洲电视记者黄文俊报道 新闻报道完结了 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constm Juaníb OUT 欢迎 token 这位状况ери psychonom